所以剧组里的秘密是慢慢靠着口耳相传知道的 化妆间啦 主要消息来人是化妆师吗 绝对是化妆间 化妆间是大家每天交换讯息 所以他们最常提供的情报是 关于剧组里的谁谁谁是谁的谁吗 大部分都是吧 我可以聊宅宅吗 可以啊 你可以聊宅宅 但不要聊宅宅跟我 你可以跟我聊 我知道 我就是要跟你聊 所以演完《流星花园》之后呢 宅宅跟某一个女明星交往嘛 你那时候有惊讶吗 就是天哪 怎么会他们两个在一起 没有 那是觉得迟早的事情 线索是什么 没有什么线索啊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拼图 然后看到另一块 你就会知道他们是合的 那么合 对 那个时候就觉得迟早的事情 没有觉得很压抑 好 徐先生只有这样了 没有更多了 不要担心 所以 你这一次看到小S的时候 觉得他长得怎么样 我一直都觉得他很可爱啊 有跟他讲过吗 有有有 我跟你说 我觉得你蛮可爱的 因为他好像那一阵子有点沮丧吧 嗯 就觉得大家好像老是都当他是一个谐心 啊 我就有说没有我觉得你很可爱这样 可是他是谐心啊 哈哈哈哈 不是他是他是性感性 哈哈哈哈 他也是女生啊对吧 女谐心 然后你好像有几次吧 叫我带你妹出去看电影什么 哇哦 然后还有一次他练 你叫孝天带你妹出去看电影 后来因为 你是在戳合吗 对啊 哈哈哈哈 哦哦 等一下等一下 我你那个算戳合吗 我会邀你们俩去看电影 应该就算撮合啊 GCT知道吗 他后来就是很快就知道他们俩不合 因为孝天真的是一个大怪咖 我根本不知道 我没有这个想法啊 所以啊 你就没有那个天线 我当时真没想到你是这个 所以今天才隔了这么多年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要研究男生跟女生 他们对于坦白以及秘密 有不同的态度 到底不同在哪些地方 我们的调查对象是一千位 18岁到45岁 男生女生都有 然后我们委托的是专业的调查公司 我们先来看看迷思的第一条 书豪帮我们揭露 他们居然不知道我们的这些小秘密 OK 所以这可能有解决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男生跟女生如果 各自要保守秘密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守得比较好 然后要上对方坦白的时候 应该要坦白哪些事情 我们研究了一下男生跟女生 对于另外一个性别的人 有一些困惑 比方说六位男士 你们觉得 你们困惑女生在洗澡间待那么久吗 天哪 我有一个朋友 他洗澡起码两个小时前 一个女生 对曾经他有一次在洗浴里 洗了四个小时 晕倒在那个花洒下面 就是滴血糖昏过去了 然后关键是被揪醒了之后 他还要继续洗 真的 他在那个淋浴下面 有一个小马扎就很矮 他就坐在那拿那个搓澡巾慢慢搓 他可以搓很久 他底下昏倒以后 然后别人说 那你要出去休息一下 他说不 我要搓完 他要回去继续搓 你们女生坐着洗吗 我会边看电影 然后边洗 看电影 有一次我看了那个 萧生克的救赎就太长了 萧生克救赎很长 两个半小 哈哈哈哈 应该是泡澡的时候看吧 不是坐在小凳子上 都干过都有 女生要 你比如说你洗完 你还要脱毛啊 脱脚趾啊 挂叶毛啊 挂浮子啊 什么这些东西 你都要操作完 因为觉得我觉得社会 对我们女生要求很高啊 所以曲新元 你听起来你不是那么久 我动作超快 因为我已经那个很熟练了 我觉得演艺人员 好像都挺快的是吗 演员一定要很快 因为你不快 你就没有时间睡觉 所以书莹也是都 可以很快就卸好睡觉 对我通常都是 大家都会惊讶 就说你怎么洗得那么快 多快 头发洗身体十分钟左右吧 你这个头发可以十分钟 我是这样子的 我比较会偷懒 我以前是特别长的头发 让我头发特别的多 因为你每次真的回去特别的累 你每次洗头发 要花太多的时间 然后后来我自己慢慢的就摸索出 属于自己的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我是不是洗前半步 对我就只洗就要 就只洗这边 把后面扎起来 绑马尾 然后戴浴帽对不对 你戴好然后挑这两块 然后可以这样洗 我不知道你们可以这样 待会有一时候第二天会很尴尬 叔叔怎么打结了 这一块昨天忘记洗到 对 男生还有一个不理解女生的事情 就是你们讲电话可以讲很久 是不是 小草最久可以讲多久 最久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手机不会很烫 对 会会 所以插着充电器一边 它更危险啊 它更烫 是有点 但是你有倾诉 欲望 你一定要说完 不然就会很难受 四小时你OK吧 是不是 我通常讲上讲上就变成别人讲了 因为我可能自己碰到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通常用两种方式去处理 一个就是跟朋友倾诉 一个就是对着墙壁 然后就在那哭什么的 自己在那说话 那么可怜 你对自己很严的耶 很严苛 还骂自己啊 我会骂自己的 就会自己你觉得你很没有用啊 所以我特别羡慕大S姐和小S 就他们 有姐妹可以讲 姐妹之前的 就是我一直希望我有个姐姐 或有我有个哥哥 就我有很多事情就可以跟大家去亲自 然后有时候看你们节目 觉得你们两个那种相处的方式 默契啊 很羡慕很羡慕 你有可怕的部分 小S是什么秘密都跟你讲是不是 几乎 如果你听到了吓坏了的秘密的话 他跟我讲任何夸张的秘密 我都会很镇定地帮他处理 我有一天在拍照 然后他说 现在要立刻跟我讲一件事 然后我就跟我的助理说 我拍完照打给他 但你跟他讲 我已经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了 因为我们两个常常会心电感应啊 然后我结束之后我就回到家 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他就大哭说你怎么知道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知道他要跟我讲这件事 我有多蠢 学习弟那时候把我抓进 那个化妆室里面去跟我讲 说我跟你讲一个秘密 可是我们两个都忘记 我们是在录影中间进的厕所 我们身上都有麦克风 他跟我讲完那个秘密之后 我们两个进摄影棚去继续录影 然后摄影棚全部工作人员 大家都面色如常 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然后第二天就头版就登出来 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 然后工作人员才笑我们说 你们身后有麦克风 你们都没有关掉 因为那个时候记者都通通跑到二楼的导播室去听了 超纯的 所以男生搞不懂女生的这个事情 说洗澡那么久 然后讲电话可以讲那么久 可是女生有一个困惑是 男生一件衣服可以多久不洗 我真的觉得他们只要能不洗就不行 我们家是有一个脏衣楼的 然后那个穿过的衣服都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挤满衣楼就进洗衣机 然后我们卧室旁边还有一个沙发 然后就睡前可能有些衣服就会放在上面 然后那个沙发上永远都是我老公的衣服 然后第二天起来 他就也不会打开衣柜找衣服 他就会在那个沙发上找衣服 因为他放在沙发上就是为了让他风干 对 他们觉得在那放一眼就干净了 那个衣服就是新衣服了 而且是不是内衣跟内裤只要翻面就可以再穿 是真的没有这么多 不可以这样吗 最后一整个 complete衣服